好多巷弄喔 阿虹 嗨 你好 你好 我們是台灣GD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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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哥 我們在吃飯 他跟我說在這邊可以找到 比雞肉還要好吃的東西 是在這邊嗎 對 可是這邊也不像有養雞啊 沒有 那個肉有沒有 那個肉很好吃喔 然後 還比雞肉還貴 那一斤差不多三百五 還有甚至四百塊 那一般雞肉是一斤多少 差不多一百...一百五左右 哇 比雞肉再貴三倍 比雞肉很好吃 但是他不是雞 要吃那個肉我們要先 好詭異喔 我們先 用甘蔗汁 我們現在就是挑成熟的 把成熟的把它割下來 然後炸乾在這裡 然後你看我們後面這邊 就有一根喔 它超出第三條線 我們在鋸的時候不能鋸太上面 因為越下面會越甜 這邊會最甜 下面越下面越甜 對 然後擀這個就是往後拉 哇 怎麼那麼簡單 對 我們的園區是... 油漆的甘蔗 油漆的甘蔗 這個甘蔗 油漆認證的 沒有在用化肥 所以你可以咬看看 咬 直接咬 是...這樣咬嗎 都可以 我們沒有再拚藥 沒有再拚藥 你放心啊 小時候不是都這樣子 我不是剛剛咬的 可以啊 對 然後吸一隻 好甜喔 所以甘蔗是越下面越甜 越下面 對 這邊的味道都不一樣 要不要再試試 真的是上面喔 對... 這是上面 兩邊砍掉 不知道哪邊上面 拉 好 這邊會更甜 對 你試看看 喔 好不好會苦喔 我不早說 這樣會不會把那個田給沖掉啊 不會 對不起 因為它渣太多 我分不出哪邊甜 我覺得都是甜子啊 是喔 都很甜啊 OK 好 那我們來砍甘蔗 OK 然後用餃子就完了 OK 怎麼感覺好像在做筍子的感覺 好像筍子的感覺 筍子的味道 筍子的味道 等一下還是會有 你們知道嗎 筍子的嗎 這是我們剛剛砍下來的這個 對... 這是我們剛剛砍下來頭的部分 對 然後它的部分有沒有 會是在最上面 那倒吃乾澀這邊是最不甜的囉 對... 因為這樣像小白筍耶 對 像美人腿啊 對 對 比較濕喔 嗯 比較濕 這樣就煮過啦 濕濕 就還好啦 可是口感很好 很脆 一層一層的 煮湯還是快炒動 像我們家吃那北菜肉裡面的那個筍子 嗯 好吃 這邊有一根乾蒸條好可愛喔 它不是砍斷啊 它是從地底長出來的嘛 對... 你們都完全不用任何的農藥 對 你這邊不會有很多猴形或什麼 蟲害啊 會跟你的土質 跟你的植物成為朋友 跟蟲成為朋友 牠會吃 但是牠吃飽的 不會去破壞更多的東西 牠就吃飽 牠就休息 你吃肉 大家吃春久問耶 但是你們對農作物洗沒有傷害的 對... 你們是不會去有... 對 我們人體吃下去的話 不會有不好的東西 看來我的阿虹學長 好像走上了一條非常辛苦的道路 他說呢 用有機的方式種甘蔗 除了產量不多之外呢 連要炸甘蔗之喝啊 都要先洗 再剝皮 等等 剝好皮才炸汁 哪有人這樣啦 哇 你剛剛轉得好帥喔 你可以試看看 換你 換你 不要靠手太近 對 我們主要看喔 我們要吃甘蔗汁的時候 牠們沒削皮啊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削皮 我們第一 我們總有機的不用藥 牠會有沖 牠就會滲入到甘蔗裡面了 那我們不削開來看 牠裡面有沒有壞掉的話 如果直接連皮這樣炸進去 那一些壞掉的甘蔗 一粒米會壞掉一鍋粥 來 我們來講這個 哇 這個 它還沒有成熟 但是它已經有搭開了 它就會一直用 那如果我們用炸桶劑 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對 所以不能直接拿去炸 如果拿去炸的話 這個紅紅就炸到自己 對 對 有有有出來 這邊在綠渣 好 搞定 可以了 哇 這樣可以直接倒甲兜了吧 好 OK啊 直接 一 不會 它是很清新的感覺 會上你的水 會愛上這種自然節的感覺 好 好 爽過了 現在該上班了 阿虹學長說 就是因為它的甘蔗園 是用有機栽培的 沒有噴農藥 所以這種雞才特別的多 但是也不好抓喔 等等 找朋友來幫忙才行 我們甘蔗弄了那麼久 我想請問一下 那我們到底要抓什麼東西啊 網子都來了 我們今天要抓的就是 甘蔗最怕的山河 山河應該是水裡 田鼠 田鼠 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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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們很兇 這裡這裡 你看 這個洞很大耶 對 都是老鼠 哇賽 你看它會 所以這邊會有老鼠囉 對 附近就有了 喔 那如果我們放農藥的話 老鼠就不會來咬了是不是 對 店長是這樣子 對 所以越添了東西 就越有那個天敵來 就是老鼠 對 或是蟲 蟲害 所以哇 那老鼠對你們來說也是很麻煩 對不對 很麻煩啊 這就是老鼠洞耶 對 這邊也有 你看 喔 這個很深 對對對 可是老鼠洞是不是這兩邊是通的啊 也不一定 因為這邊老鼠太多了 所以可能左林右舍啊 不一定 啊這裡有沒有會有老鼠嗎 試看看 欸 喔 這樣抓得到的話 我們就不用怕了 哈哈哈哈 要用方法啊 我們用 古老的方式 那現在就是直接 把這些草 然後加一些濕的那個 甘蔗葉 然後它醃就會更大 然後我們再加 現在的那個 我們的 工具 就是吹風的 吹風機 吹風機 是 直接把煙灌進去 兄弟們 就位 我們要插進去嗎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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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洞口咽了進去 這邊每個洞口都在冒煙耶 哈哈哈哈 它會先有聲音嗎? 不會,它直接就衝出來的 對 好像在那個 很像在驗室打地鼠的感覺 哪裡有老鼠,哪裡有老鼠就哪裡弄 可是沒有耶,對不對?這個洞口沒了 對,這個就沒有了 好吧,那我們去找下一個洞口好了 對 好,那我知道了 欸,我是不是可以先堵住 對不對,我先堵住就好了 覺得刷這個的過程好像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感覺 牛撞感覺都有機會 但是,好難抓 失敗 舔鼠呢 是南台灣有名的山產美食 不但很多老饕會專程 跑來南部來吃這種山河肉 甚至專門獵舔鼠的人 會用狗來抓舔鼠 阿虎說,像我們都是業餘的 就只能用火工法了 所以這邊一群人 它可能會從別的洞出來對不對 它就不會從這洞出來的嘛 對,沒錯 那我們要看好旁邊的洞 對 好,那這邊就不用管它了 沒有,要吹氣 吹氣 好,來,吹氣 這個人的眼睛都受不了了 那裡有 快點 快 麻布袋 麻布袋 它吵掉了 吵掉了嗎 吵掉了嗎 有嗎 有在洞嗎 有嗎 有嗎 無間 哇 哇 沒關係我們再到前面那個洞看看 前面那個洞搞不好有 我看你有鋪到啊 還蠻可惜的 我看你有鋪到啊 前面那邊啊 快點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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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等我 快點 有嗎 快快 有嗎有嗎確定有嗎 有嗎有嗎 天好大隻喔 我的腳 太大了 這田鼠在這邊算是大隻還是小隻的 還蠻小...好像是小隻的 我們可以給鏡頭看全部嗎 給它看全部好不好 是不是在甘蔗田裡面的老鼠 特別肥對不對 不會就吃我們的農產品 有有我看到牠牙齒我看到牠牙齒了 我看到牙齒了 牠很兇嗎 牠像在老鼠 我們只在我們鳳梨園跟甘蔗園裡面 抓我們的老鼠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在噴藥 我可以抓抓看嗎 等一下喔 戴手套會滑 你要抓住啊 不然你抓一半 牠會上來嗎 不會 那你先抓牠頭一下 不用了啦 就這樣抓 捏住 很大隻耶 非常大隻 牠這個牙齒很尖嗎 對 看得到牙齒嗎 可以啊 這個真的有比雞肉還要好吃嗎 對... OK 我們來... 等一下來好好的... 其實牠看起來蠻可愛的 等一下有小的你可以當 完了 這我不能只看會有感情耶 對 牠算是蠻可愛的 牠這邊最大的會有到多大 抓過到... 兩斤的都有 兩斤有多大 對... 這個就不會大就一倍啊 就一倍就這樣子 對... 這麼大隻的 加蠻疤的話就... 加蠻疤 對 耶 哇塞 哇塞 甘蔗冰沙 來 試看看喔 滿純的 我第一次吃到這個甘蔗雞 很厲害 不得了啦 整隻甘蔗放在裡面 喔 來咬看看 是嗎 會比較軟喔 直接咬 你有沒有騙我 因為我在... 我拿起來旁邊這邊在偷笑了 真的嗎 試看看啦 試看看 真的嗎 你們在偷瞬一下 還是很硬啊 來... 來... 一起喝... 它讓整一碗... 整碗湯的味道沒有那麼單調 多一點甘蔗的甜味跟香氣在裡面 好吃 好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那種半天筍 就是... 剛剛我有吃的那個 剛剛我在... 你再吃看看 它的皮特別甜耶 它皮很像我們在吃那個筍帶皮的那種感覺 它水分超多的 這個感覺就... 親民一點了 親民一點 所以... 我幫你拿 你是家大不喜歡吃的 真的嗎 喔... 這塊肥的喔 這塊肥... 這塊肥要給今天最辛苦的 但是... 剛剛是哪一個肥僕是你嗎 有真理的喔 我今天讓你眼睛為自己的 你就自己 你就是... 你就是... 鯔肉 其實還像鯔肉的感覺 對啦 嗯... 有鯔肉的感覺喔 而且沒有腥味吧 野生的完全沒腥味 嗯... 因為它吃的東西就比較單純 嗯... 就是濃縮物的這一部分 嗯... 感覺像豬肉啦 表現一下你們用什麼都不吃 你們用什麼... 你們都是賣當老錢 嗯... 小時候會吃嗎 小時候是爸爸他們會去抓 嗯... 以前有台糖種很多乾燥 就老鼠要抓的機會就比較多 對... 現在污染的地方太多 然後... 你如果要去抓那一些老鼠 你會擔心 嗯...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現在老鼠起來不行了 所以只能用傳統的來做 啊... 人手也要勾 以前是可能一個人出門就有 嗯... 現在你看我們今天去做 還是千軍萬馬出去 好像兩隻... 三隻... 對... 就會很累 你乾燥什麼時候要啃我 你啃給我看 你啃給我看 這個油煮跟美煮一樣硬啊 你裡面有點那個 果辣肉的湯而已 你這樣... 阿虹學長的乾燥呢 也許產量不大 也許外表也沒這麼漂亮 田裡還有一堆田鼠 就是這樣才敢大聲啦 因為正是他的用心呢 才能種得出屬於台灣 等一定的有機甘蔗